今天想要和您分享文章 最好的感情是彼此需要 如果你也喜欢今晚的夜读 就在文章的结尾处 为我们点亮再看 人是群居性动物 需要从身边的人 汲取很多的能量 受伤的时候需要拥抱 脆弱的时候需要陪伴 被误解的时候需要信任 做出改变的时候需要支持 但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自己是需要别人的 同时别人也会需要自己 电视剧里有过这样的剧情 母亲外出好几天 儿子在家过得逍遥自在 母亲临回家前 儿子特意将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 希望得到母亲的赞赏 没想到母亲回家后 嘴上说着开心 脸上却是掩不住的失望 儿子想不明白 找好友诉苦 找好友诉苦 好友说 你的母亲外出这么多天 你的生活却丝毫不受影响 这不是在向母亲说明 你不需要她吗 儿子顿悟 特意把家里弄得一团糟 母亲回来后愣了一下 之后便和从前一样 一边嫌弃着她 一边笑容满面地收拾起来 在这个故事里 存在着双向需要 儿子需要母亲的肯定 母亲需要儿子的依赖 他们都没有直接表达出自己的需求 却希望对方能够明白 一方可求 而另一方接收不到信号 这种模式很容易导致情感的错位 人们总是习惯性 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 特别是需要这种心情 父母假装不需要子女的陪伴 子女假装不需要父母的关心 伴侣假装不需要信任 朋友假装不需要支持 可这些明确的需求 往往是保证情感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 很多关系的渐行渐远 都是因为积攒了很久的小情绪 没有得到安抚 从而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大矛盾 每个人都有存在于世间的价值 是建立在被他人和社会需要的基础上 被需要 被爱 和被关心 是我们与他人情感连结的纽带 也是我们幸福的源泽 而失去了与他人情感连结的纽带 是比物质上的穷困潦倒更为严重的贫穷 最大的贫穷 是不被需要 没有爱 和不被关心 人们总是不敢轻易说出需要这两个字 明明一句 我需要你 就在嘴边 说出口却变成了没关系 我不需要 每个人都渴望从感情中获得安全感 而事实上 安全感的主要来源 是你自己 想要维持一段良好的感情 就要懂得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 没有人能完全掌握你的想法 当你有情感需要时 尽管大方地说出来 爱你的人接收到信息 自然会想办法地满足你 一段感情里的需要 能够让彼此确定 自己是被重视 被在乎的 从而加深原有的联系 与羁绊 说出我需要你是一种能力 更是一种爱意 好了朋友们 这就是今晚想要和你分享的阅读 我是大鑫 晚安 祝你好梦